今天我們由獅子亭M101走到北潭沖 全程是29公里 上星期是順酒 今星期是逆酒 逆酒4.3 上星期路線和今星期的路線 完全一模一樣 在一模一樣練習過程 我要他們知道今天的溶水 和上次的溶水有什麼分別 我覺得順酒難 逆酒今天天氣又沒有上星期那麼激 所以舒服一點 在熱的天氣並不是想他們追時間做速度 完全不是這個目的 KK經常說的字都慢 真的要慢 尤其是上山 一開始做爆了 後面就頂不了 一慢就做好呼吸 呼吸很重要 如果上山邊 一路都曬太陽曬 哪裏有陰涼的地方 你做深呼吸 把熱空氣排出來 吸爛一點空氣就會舒服很多 最難走就是 雞弓山上山 我也是用他們的招 有這麼慢走這麼慢 因為走法問題令到你很舒服 又未到走完好像沒有走 cream 沒有那種疲を軌 可能走到地鐵鎮 理論 如果要走50公里 分一半 prima 但二十五公里 即 cos 以免应该是用力的 很慢 慢慢后面有加厨就可以了 一开始做快了一定会死的 就算你很强也会死的 不要说你真心 我觉得今届进来教室 新加入的成员 位位都很健康 很正常 而且我看到他们是 很有跑和上山的经验和决心 虽然可能天气比较热和湿度高 他们未必适应可以跑到这么长的距离 但我看好他们 我觉得他们假以时日一定会做好 担心越来越辛苦 跟不上 可能会落后了 我又是奴隽 变成会担心这些 在很多新人来说他们很担心 在一个练习过程中 又怕那样 又怕那样 又想得多 其实不用 玩山其实不是真真正正 比赛那天做出来的成绩 就代表他印记到那样东西 其实不是 我想告诉你 其实玩山是在这个训练里面的过程 比比赛那天更加重要 当初就是游水浪窝上鸡 我想我不可以一条线上去 可能要停三至四次 我不记得有几次了 现在你可以慢慢 可以一次过上鸡顶 虽然都不是叫快 千万不要跟大师兄比 跟自己比 一次过上去 这个就是我最满意的 最开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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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